作者 按摩师 演播 画骨 腐白 后期制作 林恩 第283集 不不不 父亲 父亲 救我 快救我 我不想死 求你了 别杀我呀 赶到驳梗出一凉 然后是温热的鲜血溢出 冯绍峰吓得是魂飞魄散 下身一凉 竟然尿裤子 同时他惊恐地大喊起来 眼泪都流出来了 虽说他天赋惊人 23岁已经是五阶中期巅峰的武宗了 战斗经验嘛 也算比较丰富 经历过诸多战斗 可是呢 身为冯家大少爷 他所谓的战斗最多就是一些鄙视 跟秦晨这种刀山活海闯出来的舞者 那是如何能比呀 早下的双腿发软 连连求饶了 你 冯承也是脸色大变 他没料到秦晨不受威胁 你以为我不敢杀他吗 冯承右手掐住幽切雪的喉咙 为以用力 幽切雪脸色顿时涨得痛红 但他眼神依旧白脸般的清澈 倔强 高冷 他温柔地看着秦晨 甚至连哼都没哼一句 秦晨心下愤怒 但他知道这时候绝不能退缩呀 一退缩都完了 他也不敢保证自己精神风暴 能不能第一时间置住逢城 一旦控制不住 幽切雪必然会陷入生死危机 你找死 秦晨一声怒喝 毛子陡然一冷 左手把冯绍峰轻轻一推 秦晨右手持剑猛地刺入了冯绍峰后心 哭了一声 神秘袖剑合等锋利 他刺入冯绍峰身体时 就像切豆腐一样 直接刺入他的体内 剧烈的疼痛瞬间传遍了冯绍峰全身 冯绍峰惊恐大叫 神似骇然 这一刻他甚至以为自己死了 而冯城也是惊怒万分 惊得是浑身冷汗遍体 其他宾客也是骇然战气 这一刹呢 他们只感觉浑身都流过了一道冷气 不由地打了一个冷战 一瞬间 真的感觉好冷啊 今儿个可是冯绍峰大喜的日子 冯绍峰身为冯家年轻一辈佼佼佼者 未来的邵家主 他 他要在婚宴上被人杀了 我秦臣最讨厌受人威胁 你敢不敢杀幽千雪我不知道 但我再说最后一遍 三夕之内放了幽千雪 如若不放 我一剑刺穿此人后心 大家同归于尽 冯家主 敢不敢赌 秦臣猙獰地冷笑道 他右手持剑 抵着冯绍峰后心的位置 血从绣剑上缓缓地低落 你 你快放了大少爷 小子 你这是找死 冯家诸多强者此时惊怒地看着这边 浑身杀气沸腾 整片虚空仿佛被封禁了 哼 还未醒啊 秦臣冷笑 呲呲地清响传出 那是剑在肉体中摩擦的声音 秦臣一手抓着冯绍峰 另一只手 手中的剑继续伸入 直抵心脏 如此一幕落到冯城眼里 简直就是一个恶魔呀 父亲 救我 可救我 我不想死 冯绍峰此时自己都吓傻了 呆若木鸡 之前他甚至以为自己已经死了 现在发现没死 那种求生的欲望覆盖了一切 求求求求你 放了我吗 尤其是你的 我错了 我不敢求求他 我不敢强迫他呀 我是畜生 不不不 我畜生都不如 我求求你能放过我 只要你能放过我 我保证我冯家不找你麻烦 求你了 冯绍峰痛哭的哀嚎 甚至扑通一下跪在了地上 这一幕 让冯家的人脸色变得极为难看 堂堂冯家大少爷 如此贪生怕死 为了生存 什么都做得出来呀 相比对面的幽签雪 至始至终 他一句话都没说 嘴角挂着淡漠的笑容 仿佛是看淡了一切 对比之下 高价里分 一 二 对这一幕 秦晨置若罔闻 只是冷漠地开口 缓缓数针 冯尝脸色变换 无比难看 在秦晨数到三 眼中陡然爆出杀鸡时 他急忙怒吼道 住手 我答应你了 说完这句话 冯尝心里落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 他恨恨地看着秦晨 怒吼 小子 你不是要这幽签雪吗 我现在就给你 但你若再敢伤我儿分毫 我要你整个五国替我儿陪葬 冯尝嘶吼道 话音一落 他松开幽签雪 对其怒吼道 滚过去 幽签雪冷然地看了眼冯尝 在众目睽睽之下 他静静走到秦晨身边 不疾不徐 如此气度 让场上众人不由地惊叹万分 来到秦晨身边 幽签雪温柔地看着秦晨 谋中流落着怜惜和担忧之意 你不该来的 他平静道 秦晨来到这儿 等于是把自己置于万君之中 幽签雪不愿意看到这一幕 可他心里却依旧是莫名地开心 你去萧雅阁主那边 秦晨看着幽签雪 犹如当初在雪灵池洗礼一样 他还是那么美 那么惊艳 动人 只是冷傲的脸上 更加添了一丝温柔 在幽签雪身上 瞬间点了两下 原本被冯承束缚的真理 一下活露了开来 他没有再说什么 只是乖巧地听从秦晨的吩咐 退到了府邸门口 和萧雅等人会合到了一块 冯承冷冷地看着这一幕 并未阻止 只是等秦晨把一切做完了 这才冷冷的 现在人我放了 阁下是不是该放了我儿了 他眼神冰冷冷漠地盯着秦晨 谁都可以看得出来 此时冯承内心充满了愤怒 只是因为冯绍峰被秦晨要挟着 在死命压制自己的怒火 秦晨嘴角勾勒起一丝淡漠的笑容 冯家主 别着急 我秦某说的话自然算数 不过在这里 我想向诸位前来道贺的宾客 我说几句话 冯承皱了下眉 这秦晨搞什么鬼 众人也是恶人 对他们说几句话 有什么可说的呀 只见秦晨对着在场所有兵客 红升抖 诸位 秦某今日来到此地 并非要破坏大威王朝皇城的规矩 只是这冯家抢夺秦某的女人 用逼迫方法威胁优切雪 秦某只得亲自上门 从冯家救回秦某的女人 如今优切雪既已被秦某救出 秦某无意再与冯家结怨 就请诸位做个见证 在这里 秦某心甘情愿放掉冯家少主 只为结个善缘 只要冯家不找我秦某麻烦 秦某亦无意找冯家麻烦 大家相安无事 井水不犯河水 诶 听到秦晨这话 在场众人脸上都是恶然 秦晨这话什么意思 这是想跟冯家画干戈为玉帛吗 画风转变太快了吧 之前秦晨傲然临天 杀法果断 一上来用雷霆手段击败冯少峰 并且要挟冯城 现在好了 人救出来了 你想相安无事 有这么好的事啊 不说他自己怎么想 你冯家性格 能接受他这条件吗 想得也太天真了吧 众人疑惑 冯城心中则是冷笑 至于冯家众人 更是怒火中烧 开玩笑 现在想和解 没门 你话也说了 现在是时候把我儿放了吧 冯城心中冷笑 但脸上不动声色 在救下冯少峰之前 他什么都不会说的 只要冯少峰被救了 那 冯城眼底闪过一丝寒蒙 那是自然 秦某现在就放了冯家少主 话也一落 秦臣扑地抽回城进 冯少峰一声惨叫 后背喷出了鲜血 但他是浑然不觉呀 亮亮腔腔朝着冯城跑去 他是已经怕了 只想离着秦臣越远越好 诸位都看见了 秦某已经放了冯家少主 大家皆大欢喜 这件事到此为止 秦臣朝冯城拱了拱手 到此为止 好你个到此为止 你大闹我冯家府邸 今日还想活着出去吗 冯城猙獰的大喝起来 声音中充满了怨度 秦臣却是脸色一变 冯家主 你这是什么意思 来人哪 把这秦臣给我拿下了 还有这群五国的人 一个都不准放走 今日我要他们活着来 死着出去 冯城朝着一瘸护卫一挥手 冷喝道 秦臣怒道 冯家主 这可是大威皇城 你敢肆意杀人吗 皇城又如何 我想杀谁我就杀谁 给我拿下他们 冯城喊声道 一旁 冯家诸多护卫早就叙事待发了 听到冯城命令 一个个冲了上来 诸位 大家都看到了 是这冯家先动的手 与我秦某可无关 这冯家要杀秦某 秦某不能任其斩杀吧 还请诸位秦后卫本少做个证 众目睽睽之下 秦臣一声冷笑 而后一双毛子再度变得森寒无比 对着旁边黑奴道 黑奴 动手吧 杀掉冯家所有人 一个不留 好 陈少 秦臣身后 黑奴凝笑地走出来 抬起头 斗篷下面 露出一双嗜血邪义的脸 死 寒冰长枪瞬间从他手中挥出 这一枪刺出 空间出现了一道狭长的弧形寒冰光滑 那些朝他冲过来的冯家强者 全部被寒冰划光笼罩了 一缕缕无可匹敌的枪影 把所有人瞬间荡漾在里面 扑的一声 空间的寂静被瞬间打破了 随即一道道声响不绝于耳 在所有人震撼的目光下 朝秦臣杀来的武者 一个个缓缓倒下 全部没了声息 一枪 冯家数十武者全灭 无一幸存 人群心头狂震 几十名冯家强者 连一般的六节武宗 都是不敢轻易抵挡的 竟然在这斗篷人手里 瞬间被斩杀了 如此场景 瞬间震撼了所有人的心 杀了他们 所有冯家的人 一个不留 秦臣再度冰冷道 指着冯家诸多高手 目光森横 是 黑奴凝笑一声 邪义的双筒中 竟是一团火在烧 真让人兴奋啊 这跟当年场景那么像 他纵身而起 朝着冯家的人疯狂杀戮而来 什么 众人狂震 这秦臣好狂妄啊 竟然敢说出这个话来 而那斗篷人更加狂 竟然就这么直接冲了过来 将冯家人视若无睹 甚至无视在场各大势力的高手 这得多嚣张才敢这般呢 更让他们震惊的是秦臣的态度 图尽冯家人 说这话的 这还是刚刚想跟冯家画钢戈 围玉伯的少年吗 狂妄 我都要看看你如何图我冯家 冯家家主冯成 此时看着数十名冯家武者尸体 整个人几乎都是气炸了 他愤怒嘶吼 所有人听令 除了秦臣 邮千雪 王启明 宇文峰之外 其他所有五国的人一个不留 怒吼声中 冯成暴力而起 朝着秦臣疯狂斩杀而来 而在冯家另外一处 同样掠起一道道恐怖的气息 启明六节初期巅峰的武尊长老 带着诸多武宗高手 瞬间迎向了黑奴 宛若雷霆般的怒吼响起 诸多冯家强者 纷纷是震怒万分 这一刻将子神修为施展到了极致 带着泯灭一切的恐怖威压 疯狂袭来 好强啊 众人震惊 纷纷望着掠起的冯家长老 这些人里 有两三个是六节初期的武尊 甚至还有一两人 达到了六节初期巅峰 除此之外 巅峰武宗半步武尊 数不胜数 组成了一个强大的阵容 朝着黑奴厮杀过来 之前黑奴杀他们冯家武者 已经让他们处理愤怒了 他们力求在最短时间内 把黑奴斩杀于此 以经效尤 那滔天威士 让所有人为之变色 心里狂震 冯家不愧是冯家呀 太强了 光是这么一股长老势力 便足以横走 王朝各大州的顶尖势力 这俩家伙要倒霉了 看着秦辰和黑奴 场上众人叹息 哼 来得好啊 只是众人没聊到 面对诸多冯家长老强势的进攻 黑奴一声狂笑 他非但没退 反而是丝毫不惧 身形一晃间 长枪抖出 竟然朝着冯家诸多强者主动杀去 哼的一声 直接漫天枪扭迷蒙 一股冰冷的寒冰气息 于天地间弥散开来 黑奴手中的寒冰长枪 一瞬间像是爆开了 无数符文和纹路亮起 绽放出一股前所未有的滔天威士 什么 众人狂震 这家伙想死吗 就算他修为强 如今面对的可是冯家几大长老联手攻击啊 正常人第一反应 恐怕都是后退吧 而冯家诸多长老心中更是惊怒 此子太嚣张了 竟然真当他们为无物吗 一时间施展的攻击更加狂暴了 那害人的真理形成一股股剧烈的风暴 遮天蔽日 轰的一声 惊人的轰鸣响彻天地 整个冯家府邸都像地震了 四周的灯笼洗漫轰然炸碎 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里 冯家诸多长老并未占据上风 而是在恐怖的寒冰枪影下 纷纷脸色苍白倒退 甚至一些五阶后期巅峰的武宗 承受不了如此恐怖的冲击 一声惨叫 浑身炸裂 化为了血雾 反过黑奴呢 一身黑色斗篷迎风招展 整个人宛若一尊 从猎狱走出的魔神 肆意张狂 哦 才死这么几个 唉 这让人失望啊 摇摇头 黑奴甚至一脸郁闷 这个表情更引来诸多长老的震怒 心中是惊怒交加 又是一声怒吓 这些长老再度扑击而来 将黑奴瞬间围拢在中间 而此时另一侧 轰的一声 青涩血脉气息冲天而起 冯承整个人被一层青涩光蕴笼罩了 他双手上陡然出现一个猙獰的拳套 朝着秦晨一拳轰来 面对着秦晨呢 冯承是根本没有任何留守 六节初期巅峰的修为 第一时间爆发到极致 更是连血脉之力都第一世界施展 目的呢 就是要以最短时间把秦晨擒拿了 众人死死盯着这边 华盛更是双眼一眨都不眨 不愿错过任何一个细节 秦晨 古南都大考第一啊 那是得到了古南都最强传承的人 只要拿着它 就有可能得到精实传承 甚至让自己家族一举成为 大威王朝最顶尖的家族 足以让任何人觊觎 因此 观察秦晨的 甚至比观察黑奴的还多 也更在意 哼 斩 面对逢城攻击 秦晨一声冷笑 一声倾吐 手中神秘袖剑 莫得撩起一道雪亮剑影 直扑向前 噪的一声 雪亮剑光 斩在了逢城拳套上 一股恐怖的切割之意 瞬间涌入逢城体内 竟然让它闷哼一声 原本的攻势瞬间被瓦解了 什么 逢城心里也是大惊 他乃是六阶初期巅峰的武尊 而秦晨呢 也就是一个武宗 他能挡住他这一拳 难怪之前冯绍峰被他一招击败了 此子实力强的可怕呀 根本不弱于六阶初期的武尊 但这还不够 轻咬杀权 心下战惊瞬间被压制了 冯城一声怒吼 身上血脉之力更深 一道青色光影冲天而起 无数青色光芒 瞬间把冯城包裹了 而后无穷无尽的青色力量 瞬间凝聚于冯城的右拳上 在他右拳之上 旋转跑小毁灭一切 请不吝点赞订阅